不满主裁判罚绝杀进球有效,沿边球员直接退场结束比赛直播完10月20日讯,在今天浙江绿城2-1绝杀沿边获得的比赛中,沿边球员最后时刻不满裁判对于进球的判罚,未等主裁判吹响结束哨声,沿边球员愤怒的直接退场,当时比赛时间也所剩无几,主裁判最终还是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, 95分钟绿城绝杀,沿边球员门线解围出来,不过边财和底线裁判,都第一时间是一进球,但是沿边队员对于此次判罚极其愤怒,还没等裁判吹结束哨就直接离场,当时绿城球员还在球场上准备等待开球,不过最终裁判还是吹响结束哨声,对于此次进球,浙江绿城官方微博转发网友的进球瞬间截图, 此外沿边球员还不满绿城第一个进球,沿边球员认为绿城球员守球在先,落风 沿边球员 沿边球员